这边您关心经济成长保二破功了 主计处在下午是第八度下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从7月底预测2.08%再度下修到了1.66% 也就是保二破功 而这也是金融海啸以来的最差表现 欧债冲击出口衰退 再加上中国大陆经济降温 民间消费预振乏力 主计处第八次下修经济成长率到1.66% 保二失败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出口持续甩腿 由于我们有七成 国内经济有七成是处于出口 出口不好就会影响到生产 也进而影响到国内的经济 所以民间消费还有民间投资 也配合这个情势做下修 是98年金融海啸出口负成长之后 三年来成长幅度首度出现了负值 不止数字难看 产业面的消息也冲击信心 知名度相当高的游戏橘子 因为营收不佳宣布裁员 全球的比例加起来 大概差不多在一产左右 大概有一两百名的员工 经济情势表现不佳 行政院表示 未来要把重点放在推动指标性大案 来加速成长 而主计处也预估 明年景气回温 成长率可以回到3.67% 明年景气回游戏 感谢观看